好 喂喂哈佬哈佬大家好 今日呢是2020年3月9日 哇那我都答了罪 啊今天讲这个石油价格的 不过我们欣赏出短片先 哇 哇塞 哇 看不看得到呀 什麼inh Ly 今天收到不贊助的感谢大家 這次又講到每次習近平說的東西 忽сы大夏傾 八竹之蟲,由此而不差 必須是鮮蟲自家 人类自杀自灭起来,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鼻 我想他都断了很多条鼻了 这个呢,跟油价的下跌,可以说一物相成 你看到了,都是着一声塌下去的 那又塌了三十几%,然后环球又一声跌了千几点 恒生指数,刀又跌了千几点 那这次可以说是石油市场,自波斯湾战争以来最大的跌幅 第一样东西就是因为联盟解体,OPEC 然后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你两个都要钱的 尤其沙地阿拉伯那边那些人,他的油长 过惯穷车极耻的生活,当然就没得回头了 那你怎么都要卖石油 那卖石油的时候当然要卖个好价 但是自从这个美国,之前其实就提炼油沙的 李嘉诚以前和黄克斯基去过那边提炼油沙 那但是呢,油沙这个成本 其实跟石油那个成本没有一个叫做 significant difference 那所以其实就都未算是一个充分的替代品 直到这个美国呢,发明了这个叶岩油之后呢 才真真正正正打倒了油价的 那其实,很有趣一样东西 我们说呢,每个人都要想这样东西 就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战斗方法 什么叫更高维度的战斗方法呢? 你不要常常想着 directly 这样去造成一件事 而反而想下有些什么呢? 是对方不知道的,然后你可以达成到那件事 就等于啊,啊,这样讲啦 啊,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中国发生的例子 中国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啊,少了很多的小偷啊 啊,打荷包那些 为什么少了很多的小偷啊? 啊,一定是那些警察做得更加好啦 你 directly 会这样想的嘛 其实不是,是因为支付宝的发明 支付宝发明了之后呢 个个都不带现钱在身啊 那结果个个都掃那个二维码 那然后呢,你在打劫其他人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是偷不到东西的哦 那我又举另一个例子啦 就是美国的犯罪率啊 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呢 就一直都搞不好的 但是突然间呢,sir一声大幅的下降哦 那按道理你又会想啦 就是,应该是警察做到事啊,各样啦 原因呢,又是不是 directly 因为这个治安部门的哦 所以永远都是啦,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但是问题就是呢,目击堂堂之师 什么叫目击堂堂之师啊 就是人家正面去抗击的时候呢 你摆到明是没得打就没得打的了 个问题是,你其他的迂回战术 啊,可不可以达成那个目的的呢 那为什么那个罪案率啊,会大幅下降呢 原因并不是因为增加那个警力 亦不是因为增加经费哦 而是因为呢,这个堕胎法案的通过 哇,搞不得白的 是啊,因为堕胎法案的通过 就是可以合法堕胎啊 那为什么合法堕胎呢 反而会令罪案率下降呢 原因就是因为啊,其实有很多的 可能你是负担不起过家庭的一些单亲妈妈 又或者他们都没有想过组织家庭的 但是由于这个,啊,就是堕胎是非法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敢堕胎了哦 那结果呢,就造成很多破碎家庭了 而破碎家庭呢,是会令犯罪率大幅上升的 那说油价,为什么不突然说这件事情呢 因为其实就是油价这件事情呢 就很影响这个沙地和俄罗斯的收入的 而他们那个油价各样呢,可以跟你说就是 他们最大的客人叫什么名呢 就叫中国 而中国一向都是和俄罗斯啊,伊朗那些呢 就签了contract,买多少年油啊,这样的 啊,以及啊,委内瑞拉那些啦 那油价,一声跌那么多的时候啊,最伤是哪个呢 最伤就是签了一些fixed contract的人了 简单说就是,你想着,反正我都有这个需求的了 我就用这个价格买住先这样咯 尤其是,以那些幹部级的官员的特性啊 就一定是,拿回购的嘛 那你拿回购的时候呢,就是你想下了 我又说回这个医馆局的主席 医馆局主席是哪个啊?就是罗范天使的哥哥啊 罗范天使的哥哥是哪个啊?就是范鸿丁了 范鸿丁是哪个啊?就是之前中信泰富在炒acumulator那个啊 炒acumulator炒不炒得赢啊?是炒到焦头烂压的那个啊 就是整间公司被他拖掉那么厉害 267啊嘛,267啊,哼,真的很267啊 那整件事当然呢,就是,你说什么都假 其实最后都是讲CG 就是Corporate Governance 那他们是没有这件事咯 他们讲眼前利益的嘛,不会讲长期的嘛 但是就罪到一群只是讲眼前利益的人的嘛 那你油价下跌,就是亚洲交易时段开盘之后啊 短短几秒钟呢,布兰特旗游啊 就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跌幅 这次跌幅呢,仅次于那次波斯湾 战争那时那次的嘛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 垄断集团解体的时候啊 啊,就是OPEC 其实很多东西其实你都是讲的垄断咯 那你OPEC没有了的时候呢 于是乎他们就在那里争的了 那来着俄罗斯会越来越恶啦 当然,没有钱就恶过什么的啦 那我觉得都是那些叫什么呢 滞后反映的 为什么滞后反映啊 其实你全世界现在是有太阳能啦 有水电啦 有地热能啦 有那些Nuclear Power啦 很多次生性的 可再用的一些能源的嘛 那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太过依赖石油的 那但是呢,你可以想的 为什么突然间石油价格会急降啊 原因就是因为哪些东西用得最多石油啊 第一,就叫飞机 第二呢,就叫工厂 那你其实一直都落住了在那里了 那但是就不透明咯 那些资讯 那不透明,一早有人发达啦 哪些人发达啊 就是猜到,啊,你都是全部Curb了 又控制不了的 那你的飞机引擎啊 各样那些石油啊,那些东西 不用用了嘛 不用用,那怎么办呢 先把期货先咯 先把期货了 那接着,儲了仓的时候 一声就跌下来咯 就这样的 那所以常常都说啦 这个世界呢,就是有资讯的人 赚没有资讯的人的钱 亦叫做,啊,这个信息不对等 Asymmetric information 舔舔舔舔舔啊,真的 那我就问 一样东西了咯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啊 你的石油通街都有得买了 那你说中国会不会找数啊? 这个好问题啊,之后,是不是啊? 那如果他不找数的时候啊 你说,哪个最不妥他呢? 被他累到鸡毛鸭血那个是哪个啊? 然后呢,还要很拿穷的了啊 现在已经,再加上石油 都卖不到钱的时候 那就不是啊 Elon Musk了,Elon Musk说什么啊? 他说中国的经济体可以爆多三倍啊? 四倍啊?我不记得了 但是现在就不是Elon Musk 是伊朗 都是伊朗而已 啊,我最怕呢 就是 他将这个经济的寒冬呢 Elon Gation 啊,延长就真 那另外啊,石油价格下跌的时候呢 你会见到 很多资源企业 尤其是石油邦那班啊 中石油啊,中海油啊 那就大件事啊,真是 中石化好少少的 他做下油生产的嘛 那还有,国泰可能会有少少 benefit 如果他没有炒洞其油的话啊 那中东那边的股市呢 就倒掉了 因为那边 这样说啦 他们是太过单一了 那收入来源 那你依靠单一收入来源 就是好像我们那样的嘛 如果你太过依赖YouTube的 太过依赖YouTube这个平台的话呢 啊,随时啊 哇,大佬 那么久以来 这片啊,各样不见了 那就真是多谢他啊,是吧 那未来中东局势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拭目以待啦 其实支持 这个土耳其和俄罗斯啊 都已经开始有点痴印的了 那但是这件事是好的 就是你奥巴马那时候 虽然就撤军 但是撤军的时候呢 就助长了Isis的兴起啊 那原因你 有程度可以说是 和他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呢 和伊朗签的条约有关的 啊,那就是你还惊门他干什么呢? 你惊门伊朗的时候啊 那伊朗就更加多钱去 颠覆中东其他国家的政权啊 那就搞到七个一皮 那所以其实Donald Trump 只不过是 做了一件事叫做撥乱反正 那意思而已 就是正常你是应该这样做的事啊 因为那时候你签了那个条约 是啊,他就不做那些 浓缩Uranium那些原材料啊 那但是他又发展那些长距离导弹啊 那你就就是撒旦母二好 那所以你没理由和他签的嘛 那不知道干什么 啊,麦克洞就跳出来 在那吵啊那时候 那没啦 未来我觉得反而 可能主线不是在中国这边的啊 可能是由中东开始的啊 那我们拭目以待啦 好,今天讲到这里 好,今天我们下边就结束了 没那么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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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请你 咨子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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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 我计划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